他只有帮我们做resize 就是照片 对不起照片的处理 那如果我们的照片很多张 我不想要一张一张的做 然后我也不是到这边去重新取样 这么麻烦哦 那你就可以用刚才那个快速批示的方式 可是他只有帮你做resize的动作而已哦 那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党名 党名 来他这边帮你做了resize的对不对 可是他的党名是不是都还是原本的 而且就算是调过的 他也是加了什么dash500 好所以党名的部分我们要修整 好来那怎么修 老师先把它copy出来 就是我们都不要动到原档 我们都不要动到原档 我们把小的靠出来 好把它复制出来 就拖曳出来移动出来 好移动出来之后啊 来这一个 这个是不是要调党名的 我希望他放进来之后都叫 呃一个日期好了 然后编码001 002 003这样 可是呢如果你这样选哦 全选右键重新命名 好例如说我打1023 001 可是之后呢Enter 他会变夸胡 12345678 但这个夸胡是不好的 知道吗 夸胡这种是符号 比较不建议拿来作为党名用 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要给他正式的名称 就是00100跟003 好那怎么办呢 来我自己做的第二种方式 在调图片我除了用photo resize之外 我还会用到另外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工具的话 它是除了可以调尺寸 它还可以改档名 还可以改档名 这两个我们用到几率还蛮高的 好所以呢 呃这个是Mac也有 Windows也有的一个免费软体 它叫做XMView 好XMView 这一个XMView 好您进来之后呢 点我第一个 这是一个蛮好用的 简单的 类似看图软体 这一个XMView 你就点它download 好然后你往下找 不是上面这一区 往下 下面请找standard这个版本 那Mac也支援 OK进来之后我们选setup这一个 中间这一个 好点它 它就会是安装版 好存档这样就好了 很小哦 才5点多MB而已 好然后进来后呢 我们就安装 宽量一下 好然后这边可以改语系 好但是我想英文就够了 因为其他根本看不懂 好还OK 好然后呢我同意 Next Next 按大完就好了 OK 好这工具还可以让我们快速的 把照片们 批次的做很多的处理 例如说照片批次做旋转 等等之类其实还蛮好用的 好那我们关掉咯 关闭好 老师转完之后啊怎么用 来这一个就是它的程式捷径 这是安装档可以删的 好捷径你把它打开 我刚才已经有把小的 另外抠出来在S的这个资料夹中 那进来后它就扔到你的语系咯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按确定就好 确定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很像那个档案总管 我们左侧是我的档案的列表 然后呢我刚才做的那个最小的是在最下方 这个S 你们看到 就是它 这个S的进来啊 虽然它们的尺寸都是500乘上375 可是它们的档名并不是我要的 所以这时候同学可以这么做 框悬 右减 批次 重新命名 这个很好用 我的电脑都有装这一套 因为我很需要批次重新命名 当客户给了很多照片 我要改名字的时候 我不想一个个改 我就用这个方法改 好你点进去 那它可以让你怎么做 它有一个范本 例如说我想要的是 1023001 002 003 一此类推 好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把命名范本勾起来 前面的字是固定的字 井字号就是会变动的 听懂 所以老师会这样做 1023 假设1023 对取 0102 030是这样好吧 两码就好 两码哦 所以给它两个井号 两码就两个井 OK吗 然后起始值为一 增量为一 看下方哦 本来是这样的 后来变成这样 是不是要整齐了 它会照顺序排下来 那这时候你只要按下 重新命名就好 所以这里的设定很简单 只要命名范本改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就会马上变成是一个新的 再按下重新命名 来按下去哦 它就把你全部改好了 你看 很漂亮 规则性会很好 所以照片一定要自己去编嘛 去编那个名称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这功能除了改名字之外 来老师再做一次 我把新资料夹打开 这个是不是档案的尺寸是大的那一组 我用这个改哦 好不好 那你自己以后要另存新档哦 好 我改名字跟改尺寸 改名字跟改尺寸 好 一样的到XM View 打开它 好 进来之后我们找左侧最下方 就是我的资料夹 那我们用的是新增资料夹这一个 好 导名没有改 尺寸还是1024x768 你发现 好 你一样全部框悬 或是Ctrl A也可以 右键 P4转换 所以就这两个功能 P4转换跟重新命名 好 老师点一下P4转换 进来之后怎么转 一般的地方是Input跟Output 进来的时候是哪些资料 所以如果你要加可以再继续加 然后Output就是输出 我做完周围把它输出出去 所以输出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新的资料夹 你就不会动到你的原档 好 所以我们后面点点点 给它桌面 建立新资料夹 好 001哦 好 确定 所以它输出就会放在001资料夹 我讲OK吗 那如果你没有给它资料夹 你可以设为 跟来源路径是相同的 这个可以设 可是这个的话 变成它会把原本的盖过去 除非你的这个复学方法 就是每次都问你要不要改名字 可是很麻烦 张述越多 它每一个都问 你会很烦就是 所以我建议 就是给外面的资料夹就好 让它进来跟出去 不同资料夹即可 好不好 所以第一个是一般 设定Input跟Output 好 来第二个转换 转换是什么 转换就是功能 就是功能 例如说我想要有调整大小 就是它的尺寸叫调整大小 你看还可以加负尺印 还可以旋转 还可以翻转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堆 照片要一起做 这功能可以一起做 好那我把调整大小丢到右侧 丢到右侧就表示我要改 加入 它就跑出来 所以你点什么功能 它下方会带出它的参数设定 好 我现在点的是调整大小 那调整大小我要多小 例如说我300好了 宽度这里 我打300 然后维持比例勾起来 它就会知道说 你的宽度是300 你的高度会跟着等比缩放 同学了解吗 好所以这边记得 把调整大小丢过来 尺寸在下面设 设完之后呢 右边是百分比哦 缩小几% 旁边是像素 好开始 好那你等它一下 全部缩完了 再另外一个资料夹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 那个资料夹 所以我要重新整理 我们先关掉好了 再进来一次就好了 你看桌面上的 这一个001资料夹 进去看一下 你看 尺寸 大小都小了啦 尺寸 300 同学听懂吗 这也是另外一招 也可以调 但是我觉得它解析度 没有像刚才那个略解的那么严重 Follow Resize 比较差 会差很多 这样知道 好来 那调完之后 我还是要调它的那个 档名哦 好所以呢一样的再到 XMView进去 好 找到左侧刚才调缩小的001的资料夹 框起来 又减 好这边重新 批次重新命名 好一样的哦 命名范本刚交的 交过了 所以呢只有1023DASH 井质号就代表1嘛 那如果你刚好会1012 13 它就是12312619 然后101213 这样巡 얘�下来 它不会是两嘛 看你自己 好 然后改完之后确定中心命名 好它也就真的修改了 所以图片要加工知道吗 要加工 一个是档名要修正 一个尺寸要修正 所以你会必须要学会一点点的美工软体 它才可以帮你做这些处理 所以老师推荐给你们XMView Mac也可以用免费的 你们下看看